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说已经读了很多年 还是无效 究竟有效还是无效呢 我相信只要是你读 应该多多少少会有效 俗话说 人为恶 祸衰未至 福亦远离 人为善 福衰未至 祸以远离 但是大部分童修啊 知道这个 或者说同意这句话 但是还是期望呢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 这个暴风雨啊 自然就是功德力 或者提升福德更快一点 说话说 佛事门中福好求 真的如此 大家去看经文 读经文 你会发现 很多经文 后边呢 都会给大家讲 本经文 讲 海逛世门 第二句话 本经有什么样的功德 有什么样的利益 又广传 又有什么样的功德 什么样的利益 这些功德和利益 有没有呢 真有 但是呢 这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 让大家通过这些功德利益 而开悟 而正果 而成就 以往老师故事 曾经讲过 类似的 遇到读经 效果不明显的 我们用一句话叫 功德利不够 来解释 这功德利不够 是怎么个不够法 以前聊过了 那么今天 我要给大家说一说 怎么说呢 就是打个比方 用比喻的方式啊 我相信 我相信 能更容易 让大家明白 也许这个比喻不是那么恰当 但是呢 恰好是通过这种不恰当的比喻 或许呢 能让你明白点什么 能让你领悟点什么 比如说 比如说阿弥陀经 就是说描述了有那么一个世界 叫极乐世界 有名为佛 叫阿弥陀佛 就是大家经常 读这部经 念这位佛 然后呢 与这个佛相应 那么 可以往生极乐 经文啊 流传很广 但是为什么 去极乐的 也就是说 通过送此经到极乐的 并没有 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人 也就是说 一万个人去念 可能走的 不是那么理想 严格来说是万人修万人去 祖师大德呢 没有骗我们 佛陀呢 更是不忘语 我们的佛 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忘语者 既然如此 为什么很多人没去呢 那我们不妨 把我们美丽的太空 秉坐 阿弥陀佛的净土 当然 我们所理解的太空 或者某一个星球 不一定有阿弥陀佛的净土殊胜 我们暂时 我们暂且可以比喻为月球 是方便大家理解 因为太远了 大家容易呢 思维受到局限 好 那我们就把月球比作 阿弥陀佛的净土 注意哦 这是打底方 不是说 阿弥陀佛的净土 就像月球那样 表面坑坑洼洼 飞也飞也 飞也飞也 那如何才能到达月球呢 我们自然需要宇宙飞船 科学家呢 已经将这个 宇宙飞船 给你造好了 南方南的一位老师 详细的讲解 飞行的路线 和 这个宇宙飞船的功能 和操作技巧 我们把这位老师 可以比作 释迦摩尼佛 就是说 释迦摩尼佛 在给我们讲述 如何成佛 如何去极乐的方法 这个方法 就是这台宇宙飞船 好 大家明白这个路子了 好 我们就再重申一遍 就是说 我们要想登上月球 就需要怎么样 就需要熟练 操作宇宙飞船 你去开采矿场 对不对 也行 然后我们去极乐 当然是为了称佛 目标 方向 如此 有个目标 有个方向 你现在 你现在就是熟练 这个机器的操作 你要操作它 运用它 自然 就要经历 一段时间 比如 你要适应 这个空间的 某种模拟 某种模拟过程 在失重状态下 如何生活 那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要适应 如何放下 贪 撑 吃 骂 宜 对不对 你把这些 不该有的 要丢下 要忘却 干嘛呢 因为极乐世界 没有这些 那么 在宇航员训练的时候 训练在失重状态下 为啥 因为在欲求上 的引力很小 就需要我们提前 适应这个 漂浮状态 这就是一种相应 你们得知道 那个地方的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然后呢 我们尽量 向那个地方的人 靠容 无论是生活习气 还是心情 在这呢 就是要熟练操作 宇宙飞船 进入驾驶舱 看看 各处的功能 熟练 了解 并 运用之 大家都知道 我们认识一个人 首先看到的是 他的外表 趣致 形态 之后 之后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才能知道 他的人品 性格 也就是说 从外 机理 那我们对 宇宙非常的认识 也如此 刚开始看 哦 这么大 是这个形状的 是这种造型 然后靠什么推动呢 哦 底下是这种的 把外观了解清楚以后 你才能呢 进入内部 看看 将来到宇宙飞船之上 我会遇到哪些状况 都要做好应急预案 比如说 我们临终呢 就要告诉 自己的孩子 我去世的时候呢 大家不要哭 不要闹 放心 我是去个好地方 如果你哭 你闹 怎么样 可能 就会把我 拽回来 我心 万一有牵挂 怎么办 是 一种措施 嘱咐 安顿 可是呢 话又说回来了 当真的 你在临终时刻 子女们 能不能按照你的要求来 那是另一说 不是他不孝 是因为他本来 对你有感情 人世间 就有这个情的牵挂 那么 我们就要做好二重准备 怎么样 提前把这个心 磨练得 无牵无挂 孩子们 再哭 再闹 再不舍 我知道 即使是从联台上下来 也对他 帮助不大 子女们 也看不到你 只有去了极乐世界 才是对子女们 最好的加持和庇佑 当然了 还有其他的 一系列的操作 宇宙飞船 能让你到达 到达 你想要的 比如说 月球 阿弥陀佛 阿弥陀经 或者念佛 能让你到达 极乐 能让你到达 彼岸 科学家 老师 没有骗你 因为宇宙飞船 已经到过月球 那 我们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我们的祖师 大德也没有骗你 因为 有很多人通过 念阿弥陀经 念阿弥陀佛 到了极乐 可是你为什么没有 大家要反攻自行 怎么自行呢 就要看我们对这个宇宙飞船 了解了多少 我们是不是认真地去操作了 对不对 如果我们永远停留在 外在的心上的角度 那我们只能看到表象 你无法深入到飞船内部 那你能不能开启飞船呢 或者说 你技术不到家 你开上了飞船 能不能把握对方向呢 都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说 我们平时 要怎么样 就要深入研究这个飞船 那么对应到读经来说 就要多读 多写 多念 具体怎么读 怎么写 怎么念 我们的老师 告诉过你 方法 也有多种 比如说念佛 光那时 教给大家了 要用实练法 在末法时期 根性比较差的 用实练法 就能成就 就说 你用这个方法来念 就能逐渐地 把握到宇宙飞船的 诀窍 与奥妙 你就能熟练操作 用其他方法 可不可以呢 我不能说不可以 因为法门无量 对不对 但前提就是 你的深入理解 主师大德 对你的开示 你明白起真意 你懂了 你就能驾驭这个 飞产 飞望 月球 你就能乘坐这个莲花 往生极了 你 今天打鱼 明天晒网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或者你永远 都是门外汉 也许你修行几十年 那只是一个 网子罢了 每天 每天念这么两句 也好意思说自己修行几十年 然后贪生 吃慢 一个比一个 严重 你好意思自己 说自己修行 很多年 要想 要想 在我们临终的时候 不慌 就要平时 多练功 这条呢 很重要 就是说 你要 从飞船 去月球 那么 你就要平时 天天 去熟练 飞船的操作 你不熟练 可能 就会发生障碍 就会 发生 事故 有人说 我们怎么样 才能 努力如法 这个呢 其实也不需要 老宋家 你可以看看 主持大德的开始 你为 如法 就会 及时的 登堂 入室 不是经文不好 是你没有把握 就好像 同时一把斧子 佛说 这把斧 可以 造 各式各样的 精美家具 看 开山 可以呢 伐木 好 我们去伐木 或许呢 还行 但是呢 你不了解 那个 木的文理 你伐木 都被别人 费尽 你拿去 开山 也行 但是你的力道 不足 也许人家 开了半座山了 我们一块石头 还没看看 如果拿斧子 来做家具 咱们现在人 根本不敢想 或者是 某一种 工具 比如说木工 人家拿某种的工具 就做成了 很精巧的家具 同样的工具 我们过去呢 什么也做不成 为啥 我们没有这个技术 我们 或者技术不过关 练佛 也如此 大家要把 佛理 和生活中的理 结合起来 不要一说佛 你就认为自己 无所不能 佛是一个道路 这个佛经 是给我们指一个方向 修行 要靠个人 同样是读经 有的人开悟了 有的人开悟不了 原因在哪呢 原因 还是在于 我们每一个个体 不是经重 不好 你修行啊 要踏踏实实 要静心 不能呢 好高无远 如果我们拿到 一本经书 就以为自己 无所不能 看了那么大的功德 就飘飘然 你就错了 就好像给你一味药 你说能治某病 你就开始飘飘然一样 是不是一不经 就能对应 所有人的病呢 是不是一副药 都能治所有人的病呢 飞烟 正因为 有八万四千种众生 有八万四千种病 才传下了八万四千法闻 法门无量 八万四千 是个概述 心多 另外呢 你要明白 这个前提还是 你把这里要掌握的炉火纯青 如果呢 你要是没有这么掌握呢 就像给你一个工具 你都不懂得怎么使用 你能不能发挥这个工具的最大化效果 不能 你既然无法发挥这个工具的最大化效果 那么我们对这个佛性的理解 可能也无法一时半会儿 达到最大化 对不对 没有达到最大化 或者说你念佛感觉效果不是明显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念 还要念 因为书读百遍其一之限 你念结没效果 证明没有用心读 走神了 所以 你无法明白经文的身影 万物有灵啊 当你静下心来 仔细地去品味 当你和经文融一体的时候 经文的境界 就会显现在你的眼前 经文的意境 你自然能够明白 要多读 还要如理如法的读 多读 不如理如法 不能说你做无用工 只能说你是事倍功半 如理如法的去多读 那是事倍 事半功倍 大家要明白 要理解 经文是方向 是方法 修行 还要靠我们自己 经文再好 是佛陀 是菩萨 对经文的领悟 我们自己 能掌握多少 把握多少 要看我们自己 就好像一本数学书 我们的数学老师 讲得很好 但是 对于我们当学生的人来说 我们能保证 每次达一百分吗 不能 甚至90分都不敢保证 甚至还有50分的学生 还有20分的学生 为什么 是老师讲得不够好 那可是那么多学生 为什么有90分也百分的呢 同样一个班 有优生 有差生 原因在哪里呢 不要说输捨输错了 是我们自己 没把握 没理解 透彻 所以很多东西 你需要和现实当中联系起来 不要一提佛经 就说空 一回到现实当中 你什么都是有 所以啊 大家 要能正确的 理解 领悟 去读这些经典 无论是佛经 还是道家经典 还是儒家经典 都一样 要不今天的故事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 早日呢 悟到 早日成佛 如果老师的故事呢 能对你有启发 就麻烦你呢 多多转发 法部师 功德无量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终年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 极乐国 也将此 将小故事的功德 回向给 诸位善知识 会向给 所有听小故事 转发小故事 随习小故事的 师兄 朋友 及一切众生 愿大家 家庭幸福 人人呢 开心 早日 正悟成佛 人人 回归 极乐 佛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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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ți vă mulțumim pentru vizionare!